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传着宇航员拍到天使这么一个说法 神秘的白衣天使究竟是什么呢 说起宇航员拍到天使 其实知道的人们并不是很多 因为很多的消息涉及到人类本身的安全利益 所以很多的消息都被封锁了 这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之前还有中国登月 被外星人警告这种新闻曝光 说起宇航员拍到天使事件 发生在1985年7月 美国太空实验室宇宙飞船的导航员 遇到一对天使 他们一度看到强烈灯光 把他们的太空飞船完全包围 而那束灯光的来源 是七个巨型的人形物体 他们有着翅膀 身上带着薄雾似的光环 据报他们一直跟着飞船 飞了十分钟之久 而从飞船上摄影到的 一部43秒钟影片 便可以清楚看到他们的形状 由于美国航天局拒绝对宇航员 拍到白衣天使事件的报道 做出评论 所以前苏联方面低调处理 保持沉默 但航天局专家们承认 美国航天局已发现到一些 有可能改变未来 全人类思维和信仰的东西了 所以月球上的外星人 或许真的存在 南极洲外星人基地 或许就是外星人的居住地 无独有偶 哈勃太空望远镜在1993年圣诞日 拍摄到了天国的照片 但美国宇航局至今拒绝承认存在这张照片 而美国宇航局的分析家们 当年既端定那些天国的图像 是真实可靠的 并推测发现了上帝居住的地方 1994年有人员偷偷带出这样一张 绝密的天国照片 世界新闻周刊 据此最先发表了相关报道 据说美国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 和副总统阿尔戈尔 对那些照片十分感兴趣 要求每日承送简报 美国宇航局将一些照片 发送给了教皇 约翰保罗二世 但凡帝刚方面对此既不证实 也不否认 这张照片清楚地展现了 一座巨大的白色城市 神秘地浮动在黑暗的太空中 专家引述美国宇航局消息来源的话说 那座城市肯定是天国 因为诚如我们所知 生命是不可能存在于冰冷 且没有空气的太空中的 就是它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证据 马森博士告诉记者说 多亏撞上了极大的好运气 美国宇航局 恰好在适当的时间 将哈勃太空望远镜 恰好对准了适当的位置 在胶片上捕捉到了这些图像 我并不十分独行宗教 但我并不怀疑某某人冥冥之中 左右者将望远镜 瞄准太空特地区域的决定 难道说这个某某人 就是上帝自己吗 鉴于宇宙浩瀚无际 所有的地方 美国宇航局 可以作为目标加以研究 看来情况肯定是这样的 对作家报道 有待对12月26日 收到的那些照片 做进一步的分析之说 美国宇航局的发言人 拒绝发表评论 尽管官方保持寂寞 但部门内知情人承认 美国宇航局已发现了 有可能改变全人类未来的重要东西 马森博士说 哈勃太空望远镜 就是用来拍摄 远在宇宙边缘的图像的 但镜头的故障 使望远镜无法达成使命 直到航天飞机的宇航员 在最近一次任务中 去除了镜头的故障 宇航员完成修复工作时 望远镜巨大的镜头 就描向了宇宙外围 据我了解 望远镜最初收到那些图像 只不过是奇幻色彩和光亮的迸发 随着焦距调节 拍摄重点越发清晰 使美国宇航局分析家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在检查并复查数据之后 他们断定那些图像 是真实可靠的 他们还推测 那些城市居住着的 可能是不为我们所知的生命 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 那座城市居住着已逝者的灵魂 我的消息来源之一 称之为 我们发现了上帝居住的地方 马森博士从美国宇航局的消息 提供者那里 获得仅有的一张照片复制品 他说宇航局的下一步行动 将最能说明问题 这是美国宇航局 向公众河盘托出的一个机会 并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 他说对此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呢 欢迎到本视频下方留言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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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